在這個新精透的時間 竟然在這裏見到李居明師傅 師傅 恭喜發在 居然發在 身體健康 文士正義 周日師傅 蛇連行大運 新光劇院就越來越厲害了 多謝多謝多謝 成為龍頭 我們身處在這個新光大劇院 其實我們認識李居明師傅 是因為風水淑水很厲害 但是突然間說一聲 就成為一個粵劇的班主 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 其實就是因為2010年的時候 前兩年前我寫了一個劇本 叫《碟鬼情僧》 因為小時候已經在粵劇 一起長大 認識很多伯母 全部都在粵劇界 已經接近退休 做了二十多三十年 學人寫一個劇本 誰知道《碟鬼情僧》 粵劇的粵劇 蓋明輝小姐演很受歡迎 後來也改了做經劇和上海粵劇 突然轟動起來 突然我說 這麼成功 於是我繼續又再寫 適逢新光 剛剛捉藥 我又走出來繼續頂著新光 於是無端端 我又很低調 結果被迫成為一個高調的人物 在2012年 全香港的人都看著新光 看著有一個叫李居明 是的 但我想問問師傅 你看了二十多三十年風水 你覺得看風水較易 還是經營新光較易 當然是看風水較易 因為看風水很他條 但經營新光是逆流而上的事業 目前還未成功 希望繼續努力 希望觀眾又支持 又希望影圈的朋友多點來新光演出 好像師傅所說 新光現在除了看粵劇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看 我發覺有演唱會 郭榮泉的那個 接著 接下來還有一個舞台劇 是呀 《和春天》 其實你對這個劇目有甚麼感覺 《和春天》的約會 當時我一續約新光的時候 就想了高智森 因為我覺得他和杜Sir 過去的紀錄劇很成功 其中《南海十三郎》 我也是要求他找回謝君浩回來 結果他答應了 上個星期 不知道什麼 所以謝君浩將會回來新光 是演這個《南海十三郎》的 那我和春天的約會 那個票房開了之後 反而有很多不得料 轉了幾天 已經賣了差不多半票了 所以也是會相當厲害的 我相信這兩部電影 會為香港觀眾帶來很多舊的回憶之外 也是一個新的感覺 新的感覺 除了《南海十三郎》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 聽完師傅很喜歡這陣子的《殷環傳》 是呀 《殷環傳》現在很紅 所以我就在這裡計劃 可不可以轉做粵劇 不要經常看來看去 那些四大戲譜 就是這樣 現在都很成功 每一部粵劇 我們一做的時間都很煩惑了 帶來很多年輕的觀眾 你也要來看看粵劇 看看現在粵劇有什麼不同 因為現在粵劇 我看到很多新人背出 有些是明星 譬如你說很欣賞米雪 又或者是孫圈和林寶儀 都是你心目中的人數 孫圈和林寶儀 我心目中是想他們演一套話劇 但是現在正在求King Sir來導演 所以又要看他們兩個檔期 又要看《無線霍霍霍人》 但是孫圈是自由身的 各方面的條件現在都成熟 我希望在2013年 今年的蛇年 能夠邀請到這幾位巨星 是來新港演一套話劇 嗯 嗯